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吴淡然 来自美国 今年21岁 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大餐的学生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是《中国梦 我的梦》 中文也是超棒的 请开始你的表演 在心中中一颗台山顶的颂 声战成五千年骄傲的钟 敞开胸襟 迎把面来封 自信的笑容 幸福的憧憬 在胸中画一幅黄和黄的景 飞扬龙的精神 万马奔腾 万金手柄 迎风与彩虹 去跨越难关 让梦想纵横 中国梦 是我的梦 是你的梦 十三亿人们共同的心声 让我们一起来书写答案 让我们共同相守激情 中国梦 是我的梦 是你的梦 让整个世界都为它振寂 看中国道路越来越宽广 开日出东方那么的红 开日出东方那么的红 谢谢《淡然》唱得非常淡然 谢谢老师 我特别想知道 《淡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淡然》接触到中文 就是我发小 他们一家是中国福建来的 在我们小镇开了一家 中国餐厅会20年了吧 然后小时候我发小到妈妈 从我们俩去中文学校 就学中文去的 你还记得学中文给你带来 最大的这种魔力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当时小时候 就并没想到会 对我的未来有帮助 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挺感兴趣的 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 就别人告诉我 现在都应该学中文的 就是能帮你找到好工作吗 你现在到中国多长时间了 现在快两年了吧 你对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现在你所看到的一切 自己感到最印象深刻的事 一过来就觉得 比我们美国发展的还要快呢 就看中国高铁发展得这么好 我们美国到现在还没有高铁了 除了这交通方面 还有其他的吗 可能对我们 尤其是年轻人来说 就是这个支付方式特别方便嘛 就可以用支付宝 微信 有的时候我出来 根本就不会带钱包的 今天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畅想中华》 谢谢 谢谢 谢谢吴大人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谢谢你 《畅想中华》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 祝日快乐 祝日快乐 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朋友 各位 现场第一电视剧人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更好 我叫杰盖 来自遥远的看麦龙 谢谢大家 欢迎 欢迎 我看到你们在这座呢 感到很亲切 因为我在看麦龙呢 曾经也是一名国家电视台主持人 也就是可以说是看麦龙的曹克凡 曹老师 我发现你们除了肤色不同 其他倒蛮像的 吨味比较相似 你先跟我们说一下 你原来在看麦龙啊 除了做主持人之外 你还做点什么吗 因为我在来中国之前 我是一名数学博士 在看麦龙教数学 我到了中国以后 在语言大学学了一年之后呢 可以说是入迷吃迷了中国的文化 然后最后呢正式拜师学相声 一个教数学的跑到中国来 这个学相声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有意思 对 这个我想问你一下啊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这里边有很多的基本功 没错 报菜名你会不会 报菜名 我当然会啊 那您现场来一段吗 这样子 无奖 我要是在这里多胆的 请曹老师上来给我量活 合适吗 我觉得你胆子尖的很大 是很独胆 但是我告诉你 合适 你放心 甭说跟你量活 拜活都行 你现在能不能给他普及一下 啥叫量活啊 相声呢有豆根捧根 没错 我这呢就是捧根 它是主要的 我呢就给他量活 曹老师啊 我真的热爱上海 为什么呢 因为 首先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吃 您爱上海的吃 对 您最爱上海什么样的这个菜肴呢 那太多了 太多了说不完 这样 您说一个您最最喜欢的上海的菜肴或者点心 您别说说一个 就说几十个 我一口就能说出来 你能说几十个上海的菜肴 对了 不可能 你吃吧 您就听着吧 很简单呢 来 我们给他一点羞涩的掌声 来 你说 上海的吃 有 上海水龙包 有 上海小龙包 上海小龙包 有吗 有有有有 还有 还有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尾尔 山花鸭肉 竹鸡烧子 卤猪鸦 酱鸡烙肉 松花小鸵烈肉 香肠 您等会儿 我是说上海小吃 有 有有有什么 一品肉 马羊肉 红梅肉 白片肉 樱桃肉 米粉肉 湯山鸭 豹山鸭 青草山鸭 汇椒 汇椒 鸭鸭鸭鸡 鸡 你说这半天 那都不是上海菜 我说的是上海小吃 有 什么呀 上海小龙包 上海小龙包 我就知道你只会一个 谢谢 您可以去休息了 行行好 谢谢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请下一位仙女 我还没唱呢 想唱 唱什么 比如说我唱一个弯弯的月亮 哦 流欢的弯弯的月亮 遥远的月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想念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床 弯弯的小长友 是那童年鸭桥 艺术弯的月亮 我会好 好 展示 艺术弯的月亮 跟心灵的月亮 很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心同满冲场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冬天的纵光 它唱的过去的歌谣 遥远的月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遥远的月空 我觉得你浑身是戏 你在刚才表演弯弯的月亮的时候 我也感觉很有戏剧性 你的整段表演 虽然是充满着笑声 充满着快乐 但其实让我们 真的都很感动 你看你从卡麦隆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学习中国的戏曲 曲艺 中文 而且从你的表述和你的歌声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你在中国的幸福生活 以及你对中国的热爱 其实说到我喜欢中国 这片土地 可能不是指着这个地方 或者什么物品 真的发现内心的是这里的人民 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的经历来说 中国人在我心目中 可以汇成四句话 民风淳朴 善良忠乎 大度获得正义出彩 谢谢 谢谢大家 中国人民也欢迎你 结尾 结尾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县利人 我要用我的歌声 来表达对中国的感情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吧 现场的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进口小姐姐 来自拉特尔亚的安泽 进口小姐姐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 在希望的田野上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心间的春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倒海 把根片倒凉 是李游和他 是李游和他 是李游和小 一片作品里面 指甘邀的心事 有时候已美丽的 questioned 在希望的田野上 河渺在农民的汗水里愁碎 你又要在默认的笛声中成长 西纵芳华 那个东高撒网 被加油过中 难过大场 海洞的是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 为他幸福 为他争获 为他幸福 为他幸福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的感觉完全融入到我们中国的音乐里边 你的中文讲得这么好 你是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是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北京 那是北京人 然后部分时间是在东北内嘎的 哎呀 东北内嘎的也去啊 对啊 因为我的男人呢 就是东北内嘎的的纯爷们 你的男朋友还是你的爱人 已经是爱人 已经是爱人 我觉得他几乎已经把中文当母语一般使用了 对 他不只是说腔调 他的用词需要用到很浅显的 有时候需要用到很文雅的 他已经太纯熟了 实际上我是主持人 怪不得怪不得 原来是主持人 我是今天唱歌 唱歌并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今天知道通过歌声 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给中国 怪不得怪不得 是中文主持人是吗 没错 没错 怪不得 几位都惊叹于你的中文表达 因为你的中文表达你知道吗 当中是没有很多的思考停顿的 说明完全似乎是在将你的母语一样 脱口而出 因为我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了 我的第二个家乡 我的理想 我的未来就是都是在这里 都是在这个希望的田野上 太好了 我们祝福中国 永远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谢谢 谢谢既美丽又能说会道的 我们的美女主持安泽 谢谢你 谢谢 有请下一位献礼人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已有我可爱的苦香 道书道书道义在平静的水面 道理黄泡着羞义的尊重 中国朋友的热情 让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谢谢朋友 我感觉中国人很诚实 中国人特别好 特别好 谢谢 我感觉中国人很感动 没有 谢谢 在心上 赖到中国等一个歌手 这就是我在中国的梦想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意收合 中国人真的很可爱 就是我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他们都乐意地来帮忙我 我就 哦 谢谢你们 谢谢今天所有的县礼人 感谢你们在共和国生日的这一天 用歌声表达了对中国土地的热爱 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他们将拿出投票器 评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县礼人 那票数最高的这一位呢 将和沙宝亮共同登上 县礼台为我们高歌一曲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天然去人被忘 我在大路上 一起合法斗志昂扬 在一起合法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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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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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各有态度的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等平台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登陆微博 收看畅想中华精彩短视频 参与畅想中华话题讨论 听老外畅想中文歌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 谢谢